9月24号,成都开展了以打击养生保健等场所无证开展诊疗活动,零售药店为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擅自聘用医师或非医师座堂行医的行为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跟随成都市卫生寄生监督执法支队,随机对成都市区内的三家养生保健场所以及一家医疗机构展开突击检查。 在成都市双流区一家养生店内,记者看到,理疗器械杂乱摆放,卫生环境较差,多处招牌上却赫然写着针灸、症骨等词语,以及所能治疗的诸多病症。 但执法监督人员询问后得知,该店既无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也无职业医师资格证。 现场执法监督人员对该店铺老板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现场对涉嫌虚假宣传的电招及宣传海报进行拆除,对其涉嫌非法行义行为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三家养生保健所的第一家机构没有取得相关的证件,人员也没有取得相关的资格证书,但是现场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比如说中药啊,针灸针啊,包括一些处方之类的。 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留了两个图示,现场进行继续的收证,以及后续的调查处理。 随后,执法监督人员又接连检查了两家养生保健门店,对店铺的资质及相关证兆进行核查。 在其中一家店内,执法监督人员发现其宣传物料中有写着专制、骨质增生等多种病症、治愈率90%等内容。 执法监督人员现场对该店铺负责人进行相关知识普及。 如果你要去宣传的话,这个病名肯定是可能有的,第二个不能治愈率,别说是你的正规的医药就有。 在另一家养生保健门店内,执法监督人员对其诊疗手段宣传单等内容进行批评,并且对客户登记管理中疑似有错误引导的地方及时指证。 第二家是三家养生保健门店,相对来说是比较正规的,并没有发现涉及到非法行医的情况。 可能一些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宣传上还存在一些擦边的情况。 比如说他那个店招啊,他们这个宣传册啊,可能存在一些治愈啊,病症之类的一些宣传,但是并没有发现实质的非法行医的情况。 截至9月24号下午2点,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检查中,成都23个区市县现场发现黑诊所12家,游医、流动牙医等15处,发现涉嫌非法行医人员2名,拟立案4起。 现场收缴药品、器械若干香。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联合相关的治愈部门,加上这个非法行医的执法力度、检查力度,也进一步的促进和整治我们的医疗市场的服务秩序。 也在这儿要呼吁我们的普通患者,一定要到取得了医疗机构职业医学证的,或者是取得了诊所病院评证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救人,去救医,保证我们的健康权益。 据了解,对本次行动中发现的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和人员,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依法依规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